Hello,大家好,我是Ju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是一个粉底实测测评视频 会给大家上脸实测四款北美秋冬比较火的产品 品牌包括Natasha Dinona, Benefit, Sephora和Mark Jacobs 如果你对这几款产品有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肤质 我在测评这四款产品的时候正好是纽约的冬季 所以我的皮肤是属于干性的皮肤 然后两颊这边和脸颊这边都会有一些些干皮 起皮屑的问题 另外因为我常年长痘 我有很多的痘疤痘印毛孔粗大的问题 而且我是属于比较敏感的皮肤 所以会有很多的红血丝 那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有这一些皮肤的状况的话 希望这支粉底实测测评 能给大家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是这款Natasha Dinona粉底液 Natasha Dinona的眼影我用过很多个 的确就是业界里面的翘楚 但是它其他的产品我都没有怎么用过 这是我第一次买它家的粉底 标榜它是一个雾面的妆感 然后是可以帮你隐形毛孔的 我主要是看在它会帮你隐形毛孔的这个介绍上 所以才买的 我选的色号是22W Light Warm 是偏暖色的Light 这个色号在我脸上是OK的 这种软管的 然后带笨头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它的流动性非常高 所以也比较好推开 上脸之后它整个遮瑕度真的不行 就对我这种偏重度 瑕疵皮的女生来说 它完全是遮不太住 痘印痘疤和毛孔还是非常的明显 虽然它标榜的是一个雾面的妆效 但是冬天上我的脸 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光泽感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非常雾面的一款妆效 是属于正常皮肤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它上我脸之后会帮我修饰一些皮肤的感觉 就是感觉像是你第二层皮肤的那种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其实是比较适合皮肤比较好的女生 就是没有痘痘痘印 瑕疵比较少的女生来用 作为一个Tinted Moisturizer 为你稍微修饰一下肤质的话 它是OK的 如果仔细看我有干皮的地方的话 它是会有起屑的 但是它的起皮现象相对我在用的其他的一些产品 真的好了非常非常多 油性或者是混油性的皮肤 如果你喜欢Natasha Denona这个品牌 而且你的皮肤也是属于偏好的那种类型的话 这一款是可以用的 接下来这一个是Benefit贝林菲家的 Hello Happy Ear Stick Foundation 我记得这个系列它是有出粉饼和粉底液的 我选的色号是2号 我是黄调200 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 比我肤色白半个色号的那种显气色的颜色 我把它全部转出来了 一共就是这么多 如果我天天用的话 两个月就能用完 它有一股廉价化妆品的味道 这个跟第一款一样 遮瑕度完全不行 我晕开之后 我的瑕疵感觉什么都没有遮 我在有痘痘痘印的地方 又堆涂了一次 还是没有什么遮瑕度 而且涂多了之后 白头就全部都出来了 我有干皮的地方 也全部起皮的很严重 虽然刷上脸的时候感觉很丝滑 但其实它是会显你皮肤角质化的一款产品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拔草 接下来这一款是斯芙兰自己家的 Make No Mistake粉底膏 其实我用斯芙兰家的底妆产品并不多 这一款正好是在打折 我也是好奇 所以才买的 我是黄调200 我选的色号是2号BIRCH 我喜欢的就是比我本来肤色白个半个色号的一个颜色 比较提气色 我把它全部赚出来一共是这么多 比刚刚的Benefit要稍微多一点 不涂妆前隔离的情况下 先上妆给大家看一下 刷到脸上之后用海绵带也非常容易拍开 这一款的遮瑕力明显就比Benefit加的好了非常多 大家看我两边脸的对比 基本上痘印痘疤和红血丝都能够遮住 干皮的女生可能会要考虑一下再买 因为它在你皮肤干的地方还是会起皮 下巴地方就会有很多的干皮的起屑 包括鼻翼两边容易角质化的地方也会起皮粗糙 刚刚上完妆这个法令纹就很明显了 接下来另一半脸 我会先涂一下我比较喜欢的Tarte家的Base Tape Hydrating Primer 这个primer我冬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用 可以很好地帮你把皮肤调适到一个比较滋润 比较容易上妆的一个状态 而且如果后续的底妆比较拔干的话 这一款也可以达到平衡的效果 虽然用了保湿格力乳之后 干皮的现象是缓解了很多 看下巴就看得出干皮的现象缓解了很多 其他部位我有干皮的地方和鼻翼四周的话 还是觉得起皮现象严重 这一款作为遮瑕力比较好的粉底膏 我会推荐给油皮的女生来用 接下来这款是Mark Jacobs家的遮瑕膏 我选的色号是Lite 23 对我这个黄调200来说这个色号正好 我把它全部转出来后一共是这么多 从手背试色就看得出它非常的奶油 非常的丝滑 我觉得它的遮瑕力还是不行 痘痘痘印都还是很明显 而且也是一样干皮不油好 会有很多的起皮 没有什么修饰毛孔的效果 我在局部有痘痘痘印和黑眼圈的地方都叠加一下 的确遮瑕度会上升一些 但是非常非常的起皮血 而且眼下的地方也会很容易卡温 所以这一款我觉得它性价比低 遮瑕力低 干皮不油好 给大家小小的拔个草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给大家测评的四款底妆产品啦 觉得这支视频有帮你拔一些草或者种一些草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给我一点鼓励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底妆产品测试视视频的话 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就能及时收到提醒啦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